儿子被抓去农场改造 外婆婆竟埋怨都是儿媳带来的货事 甚至为了赎回儿子 竟要把儿媳卖给大山里的傻子 那个造人缝真是高扰 他是不是瞧不上咱们 他不就是嫁了一个军官 然后又考上大学了吗 我都听咱囊说了 往后就是在医院里面当一个小护士 要伺候人的 那也不错了呀 乌司是铁饭碗 难怪他看不上我们 我看他就没有那个命 我诅咒他读不成大学 最后和军官老公离婚 和一个二流子在一起 天天打他 骂他 我看他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姐 到底是咱们的堂姐 就算他有些过分 咱们也得盼着他点好呀 我诅咒他还是轻的呢 我就希望他 你戳我袖子干什么 小凤 你这是来找谁呢 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 因为你脸上装得无辜 一副假惺惺对谁都好的样子 其实内心龌龊 从来不盼人点好 最恶毒最阴险的人就是你 赵小雨知道 他刚刚说的话都被赵仁凤听见了 脸瞬间垮了下来 赵小雨 你以后千万要离我远远的 不然我真不保证 我会用什么招来对付你 记住了吗 听你别说 你去年就考上京师的大学了 怎么今年才去读 这还是四伯母第一次开口 和赵仁凤说话 话语里带着一番审视的意味 赵仁凤可不怕的 我的成绩被人换了 今年被派出所查清楚了 就给我换回来了 居然有这种事 还好已经换回来了 是不是教育局和派出所搞错了 你压根没考上大学 骗我们的 四伯母 我考没考上大学 你都考不上 就不要在旁边羡慕极度恨了 你大字不识两个 从山沟沟里来的 果然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赶紧收石桌子洗碗具 英秀真不敢反驳老公公 只敢在照人缝耳边轻声诅咒 不就是出来了当护士吗 有什么好神气的 我以后去了你们医院 你还得伺候我 沈子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这世上都是不想着别人好的人多 没想到沈子不想着别人好就算了 还不想着自己好 下个星期小玲要订婚 今天来是特意请爹娘 还有四弟一家去下阳镇一趟的 咋就突然订婚了 小玲现在的年纪也不小了 正好说了一门还不错的亲事 就先订下来了 那倒也是 小玲今年二十了 是该先订婚了 那啥时候结婚呢 等他们大学毕业了就结婚 正好给两个孩子谈恋爱的机会 让他们好好准备着人生大事 对方是什么人家 人怎么样 对方的爹是村里的老师 不过已经去世了 娘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而且这孩子从小就争气 是省状元 很有礼貌 现在算是我们大洋村里最有出息的 赵小玲一听说 是请他们一家全都过去 以后他能不能也找一个大学生老公 吃上城里的商品粮 就看这一次了 爹 明天早上咱们就走 行 就这么办 我让宣明去买票 这次回去是为了小玲的订婚 哪有让爹娘出钱的道理 行 那就回去的车票一抽 回来的车票我抽 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了 年纪大了难得挪一挪我 爹都说了 就这么办 赵人凤和赵小玲考上大学之后 我这个当爷爷的 也没有不表示过什么 他娘 你去抓两只母鸡 母鸡 你们想要杀了吃 还是留着下蛋补身体都可以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母鸡这么珍贵的东西 赵爱国却拿出来送给他和小玲 这说明爷爷心里已经开始看中他们了 柳琴是个有眼力见的 知道自己要是不请赵爱国进去 他能在院子里一直站着 爹 快请进屋 娘 快进屋 这一路上热坏了吧 家里刚好安上风扇了 咱们边吃饭边吹风扇 老三媳妇 你爹知道 你们两口子不喜欢养这些鸡儿鸭的 特地给美家带了一只鸡以外 还给你们多带了一只鸭子 等会我给你们杀了 你们留着吃 谢谢爹娘了 谢谢你们计划 谢傻 都是一家人 嫂子嫂子 出事了 外甥女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帮着金宝绑架小玲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们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做亏心事了 可怜可怜我 让金宝回来吧 求求你们了 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把他放出来 你回去吧 舅母求你了 你要是不管我 我会被那个老太婆逼死的 你让公安把金宝放出来好不好 我们以后走得远远的 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 求求你了 其实刘老太太在刘金宝在农场改造的时间 对蒋春妮非打击嘛 骂她就是个丧门星 后来刘金宝在农场传出消息 只要三百块 这她就有机会出来 所以刘老太太要把蒋春妮卖到山里 去给一个傻子做媳妇 对方答应了给四百块当彩礼 蒋春妮以此威胁 让刘老太太给她机会 于是来到赵家门前来求 赵仁凤这人不吃硬的 也许会心软呢 傻子 要不然咱们帮帮她吧 虽然不能把刘金宝放出来 但起码不能让她被卖掉 是啊 小凤 那刘老太太真不是人 居然把你舅母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也有些不忍心了 你的心怎么这么硬 这人好歹也是你的舅母 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吗 既然你这么心疼 那你把她带回你家 反正浩然堂哥也到了要结婚的时候 你干脆要她嫁给浩然堂哥 人就在这 给了彩礼钱 就是你们家的人了 不关你的事 你去瞎凑合什么 还不赶紧站后点 蒋春妮 我爹已经和刘家断了关系 你已经不是我的舅母了 所以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和我们无关 你如果是抱着 要我们把刘金宝放出来的想法 到我们这里来胡搅蛮缠 我到派出所告你一个私闯民宅 让人来抓你 赵仁凤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会看着刘金宝干任何坏事了 我会安分的 这个赵仁凤果然是铁石心肠 像他这样的人 在他身上讨不到好处的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过 赵仁凤堂姐 你也是女人 也是嫁了人的 心肠怎么能这么硬呢 既然你舅母都知道错了 你就算了吧 长辈的磕头 你受得起吗 这大喜的日子 见了这样的事情 谁心里都不好过 赵仁凤要不然 你就想象办法吧 小雨 谢谢你 不用谢 大家都是做女人的 我也是路见不平 确实不用谢 刚刚开口的是这个赵小雨的娘 现在她又说了 肯定就是看上你了 想要帮助你 等小林的订婚宴结束之后 你就跟着他们回庆河老家 看到了没有 那就是我的堂哥赵浩然 我相信四伯四审一家 都不会介意 多你这一张口吃饭的 堂姐 你说话也不用这么恶毒吧 我哥还年轻 哪能娶这么老的 我就是看不过眼 帮忙说句话而已 你就讽刺了 我哪有讽刺我 你也未免太小心眼了 你心眼大 那就你帮他 赵小雨堵得哑口无言 无意中偏过头 却看到一个身影高大挺拔的男人 站在门口 赵小雨看着人都要沉醉了 就当赵小雨眨了眨眼睛 朝着沈青松抛去一个媚眼 却看见沈青松 走到赵仁凤的身边 有时没事的相亲都散了 这是赵家的家务事 让赵家人关起门来 自己解决 赵家人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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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人关起来